我問你說為什麼基本工智法卡關沒有辦法送進來 然後你接受 人民希望民意代表問出問題 並不是希望行政院長在這邊講空話 每一次來都是講空話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剛剛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我代表的是台灣民意 而你是行政院長 依法委員 依法要受立法委員的指示 你媽媽在... 你媽媽在... 台灣民意化 他就不用這樣 這樣 這樣的方式 你媽媽在指示中 這樣的方式 我會想你 你也不想你 站住我的內容 我會想你 你也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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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再跟我們大家說明一下 最低工智法為什麼還送不進來 過了兩個會期了 我們對於勞工的照顧 從沒有懈怠 我們年年調升勞工的基本工資 時薪遠超過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院長 院長 何對於基本工資法 院長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不是要我答誤嗎 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正在答誤 我助理幫我準備你的回應稿啊 我答誤你不要打算就講不完 一模一樣欸 就講不清楚 我助理幫你準備 幫我準備你可能會怎麼回應 一模一樣欸 代表說你的回答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自己要講自說不完 是不是沒有聽清楚我的話 我們的問題 我問你說為什麼基本工資法 卡關沒有辦法送進來 然後你就要自說 院長 這一個會期很有 我不知道 人在位有一天 總有會下台的時候 但這個會期有沒有可能變成是你 只有自說自話就永遠不知道 什麼 就不好好聽嘛 院長 你以為你在跟民意代表嗆聲 但是民意代表我一開始就講過 民意代表是代表 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站在這邊 你以為是跟民意代表嗆聲 其實你對的就是台灣人民嗆聲 我說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嗆聲 不想要讓你變成是一個 只有嗆聲院長的一個形象 我從來沒有嗆聲 你來這邊 以理相待 你來人民的立法院 我們都以理相待 如果說你要用這種講話的態度 我們就會跟你大小聲 但如果說你要具實的回答 只有對決 我就會時間好好的講 以理相待 這是我以理相待 你要清楚 我們是主人 你是客人 你今天來到這裡 是人民的立法院 你依照憲法 給予你的職責 有責任來這邊備詢 沒有依照憲法 人民就是希望聽到政府 把事情講清楚 人民希望民意代表問出問題 你並不是希望行政院長在這邊講空話 每一次來都是講空話 什麼地方講空話 剛剛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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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一句是空話你講 你剛剛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講 我正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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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我正在回答 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答不出來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你答不出來你哪一句話不是空話 這才是現在台灣民眾最大的悲哀 好 最後十秒鐘 院長要用這麼多時間 本席就用我的時間來告訴你 我站在這裡 我是代表台灣民眾 我是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我代表的是台灣民意 而你是行政院長 依法委員我找到了 依法要受立法委員的辭職 你媽媽在 台湾民意願法 有所謂的方式 你媽媽在辭職 都沒有下降的方式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不會講你的媽媽 我不會講你的女兒 你也不會講你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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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